记者徐盛伦新北报道,救护魂。 新北市第四救灾救护大队一销救护分队小队长高天俊,日前行经台北市文山区木炸路四段,高天俊妄想对接一名男子抓住胸口神情难受,十秒不到直接昏厥倒地,高天俊赶紧上前进行CPR,编指挥路过民众报案, 两个循环后,昏厥男子顺利恢复呼吸心跳并送往北市万方医院急救。 据了解,高天俊与有人骑机车经过木炸路九巷口,眼线王姓男子抓住胸口,扶住电线杆,没多久就倒地。 高天俊上前一看,王南静失去呼吸心跳,虽赶紧发挥所学,进行CPR急救, 而现场路过民众也纷纷停下脚步,主动协助王南联络519,交管等,台湾人的热心与温情展露无疑。 救护车赶底,将稍微恢复意识的王南送往北市万方医院进行急救,顺利救回一命。 目前住院观察中,高天俊与一票热心民众则在王南确定送上救护车后离去。 王南家属事后表示十分感谢,直呼台湾还是一个人情味十足的地方, 感谢高天俊熟练的救护技术让王南捡回一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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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